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早上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19年3月16号星期六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我是嘉远 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北京两会结束 总理李克强举行记者会 谈及中国的经济和中美关系等议题 本届人大会议还通过了外商投资法 明确规定不得用行政手段 迫使外商转让技术 海外一哈萨克人权组织 呼吁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人 3月22号上街游行示威 要求哈国政府释放被拘禁的该组织负责人 成都一学校的食堂 发生学生食物中毒事件后 引发众多家长的抗议 区教育局局长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被停止检查 今天的亚太报道还将播出 有关中越边境战争40周年的系列报道第三集 下面就请听今天的亚太报道 2019年中国两会星期五在北京闭幕后 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中外记者会 李克强用了大部分的时间来回应跟中国内部经济有关的问题 为期十天的中国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本周五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其后中国总理李克强安惯例在人民大会堂 接受中外记者的提问 在近三个小时的记者会上 李克强回答了18个提问 话题涉及中国经济 美朝关系 美中关系及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不过李克强着重介绍了中国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 如解决群众需求 医疗费 养老及托儿 减税将费等 并承诺今年要让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再降一个百分点 李克强说 北京独立学者孙女士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李克强今年回答的问题集中在民生议题 对于面临的经济困境 国有企业及结构性改革等均未出击 李克强这个记者会和他的报告大体相似 用一句成语来描写吧 就是和尚的帽子平塌塌 就是没有什么亮点 当年赵紫阳要减低放权呢 发展私有经济啊 光彩事业一点没有 也没有乌鲁基当时国企改革 不管他这个改革成功不成功 结构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是这两点都没有 孙女士说 中国民众唯一的关注是李克强承诺的惠民措施 他说他要发展社区的养老和托儿所 这一点倒是非常实际的 因为中国现在老龄化嘛 另外一个过去的幼儿园呢 几乎都改做他用了 现在入托南又是一个问题 他提出来了 看怎么落实了 美国去年对来自中国的货品加征关税 导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纷纷撤离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李克强当天被美国彭博新闻社记者 问到美中关系及两国贸易摩擦时说 中美建交40年来 两国关系可以说是一直向前取得了丰富成果 在这个过程当中曲折不断风云变化 但是向前走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共同利益是远大于分歧的 中美之间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不仅有利于双方 也有利于世界 他认为在曲折中前行 继续前行这个大趋势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 他说 当然我们在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同时 一些矛盾纠纷也经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一段时间以来表现比较突出的是中美经贸摩擦 但是中美双方进行磋商一直没有停 去年在G20峰会上两个元首达成了重要共识 现在我们的磋商还在继续进行 我们希望磋商能有成果 能够实现互利双赢 我相信这也是世界的期待 李克强表示 美中作为两大经济体 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合作 可以说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想人为的把两大经济体分开 那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是应该本着合作 总比对抗好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这个原则去推动中美关系 包括经贸关系的发展 这样可以使两国人民从中受贿 孙女士认为李克强对美中关系的回应 只是官方惯用语言 并无独特之处 他说 外交关系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主管 总理李克强无决策权 中国人大会议闭幕会 通过多项工作报告 其中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以2945票赞成票获通过 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有156票反对 67票弃权 较去年多 外商投资法 亦以2929票赞成票获通过 以上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 香港报道 星期五闭幕的第13届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外资投资法 取代了沿用多年的外资三法 新的条例规定 不得使用行政手段迫使外商转让技术 不过有经贸学者就认为 往后外商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还存在很大的变数 但是中国的司法系统就已经得不到外商的信任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在星期五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会议上 外商投资法以2929票赞成 8票弃权 8票反对获通过 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 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展书表示 要全面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 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及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商投资法被官方视为展示中国更大开放的承诺 明确规定外商在中国开展业务 待遇不得低于本地投资者 也规定不得用行政手段强制外商转让技术 以保障外商的知识产权 与此前的草案相比 最终版本共有最少七处改动 其中包括新增保密规定 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泄露商业秘密 否则会被处分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 并强化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责任追究 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学者曾志超担心 即使实施了新法也无法真正保障外商的权益 譬如要迫使外商转让技术 当局除了透过行政手段 还有其他的办法 但是问题是当你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他要求你要再进一步的跟他做一个合资 合作的时候 你没有提供相当的技术给他的时候 你根本就做不下去 如果大陆还是继续用他的市场优势 或者是市场的商机来去引诱这些 进一步的这个技术转让的话 你根本没办 我们Tesla的那个汽车Nado 3 在大陆的海关被扣住了 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Tesla都没有对外宣扬这个事情 但是我相信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个案 它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去对你施压 让你去主动的去提出这个你的技术或者专利权 纽约时报日前报道 日后外商的投诉可能交由中国法院审理 曾志超质疑 面对中国的司法系统 投诉机制会起到多大作用 偏重于对于大陆本国的这个保护 本身被侵犯的到最后还可能被处罚 司法系统判决的时候 它是必须要依照法律的 但是如果你不按照它的规范的时候 它没有一个独立性 没有一个公正性 再加上你法官的相关人员 你没有相当的这个知识程度的话 你要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审判 大家还是很多的质疑的 中国美国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日前也表示 虽然中方透过外商投资法 显示有诚意为外资减少障碍 但他担心外商投资法生效后 美中面对的贸易问题将更复杂 外商投资法的条文没有提及港澳台投资 但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五 在中外技术会上首次表态 港澳台投资是可以参照或者比较实用 刚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 而且我们长期以来 行之有效的一些制度安排和实际做法 还要继续沿用 李克强强调十分重视来自港澳的投资 会发挥好港澳作为单独关税区和自由港的作用 并为台胞到大陆投资创造优惠条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五还表示 不会推行量化宽松政策 但另一方面 银行体系近期的融资水平不停地创新高 印钞票的速度在加快 有中国学者就认为 李克强的说法反映了中国财政部 与人民银行之间的矛盾 也显示出李克强在经济政策上的权力被削弱了 今天记者高峰的另一篇报道 中国取年经济增速是28年来最低 今年经济增长目标降跌至6%至6.5% 总理李克强星期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中外记者会上承认 经济面对更大下行压力 需要有力措施应对 但并不是搞另一轮的量化宽松 日前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 落实更大规模减税 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 李克强表示 这笔钱除了透过压缩公共预算支出 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及央企上缴利润 地方政府也要分担责任 坚决地动成量力 割自己的肉 所以我说这是一项刀刃向类 壮士断腕的改革 得罪人也要动 让利于企业 让利于民 这样财政才更可持续 可以说是真金白银已经备好了 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都要去落实 绝不能让政策打白条 更不允许变广花样 乱收费来冲击减税降费的成效 经济增长目标下调 加大基建投资稳增长 减税降费刺激内需 加上人民银行降准 地方提前发行政府债 再再显示 中国中央透过放税提振经济 李克强否定大水漫贯 但人民银行却一再降准 释放货币政策宽松的讯号 事实上 人民银行的决策权 在习近平控制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手里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认为 李克强根本就不能教育 整体经济政策的执行部门 表面上在中国中央银行 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 但实际上央行的最终决策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就是由中共来决策 可能也反映了柯强总理的一个心态 他不太想采取这些刺激做事 但是有时候又不采取又不行 央行和财政部都不想自己扮演这个黑脸吧 就作为政府来说 他是改不了去扭曲 去采取那种短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所学者刘孟俊表示 北京的举措 与2008年动用4万亿测阶经济 有很大的区别 你看在这一次里面的减税降负 测重在于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 这种过去不容易取到资金的一些企业 08年09年4万亿人民币里面的话 说不定有很多的钱 可能是引导一些是到僵尸企业 那些僵尸企业本来就应该是要退出这市场的 就是因为资金的关系 让它持续还停留在市场里面 那就会变成一个后遗症很大 那现在如果说是把资金引导到 那些具有竞争力的一个中小企业 可能对于的生产力提升反而是有帮助的 减增值税计划下月起实施 5月会再降社保缴费 李克强承认减税降费之后 政府的日子不会好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五对中外记者表示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本国公司从事间谍活动 这样做不符合中国的法律 也不是中国的行事方式 但中国两年前推出的国家情报法 要求企业和个人协助政府的情报工作 熟知中国国内内情况的分析人士说 李克强的辩解毫无说服力 以下是记者希望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星期五在会见中外记者时 彭博社记者问道 中国政府是否要求本国公司在别的国家进行间谍行为 李克强回答时否认这种说法 华尔街日报星期五的有关报道说 李克强是迄今为止就这个问题发表评论的最高级别的中国政府官员 而且他以强烈的语气否认了这一说法 美国学者《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顿就李克强的话语表示 中国总理在掩盖事实 显然李克强总理没有说实话 中国有一项将来在全球主导科技的计划 而为了尽快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需要从先进国家和美国的公司那里盗窃他们的知识产权 与之有关的所有间谍活动和其他有关行动 都是由中共和中央政府最高层受益的 没有最高层的受益 这些计划是不可能实施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美国政府之前指控中国华为公司的网络设备存在安全隐患 而根据中国法律 该公司也无法抵制政府要求他进行间谍活动的要求 前中国公安人员 目前在美国做律师的高光俊指出 中国公司为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不容置疑 中国政府不仅仅有这样的权利 而且经常做 中国的企业几乎是不可能拒绝做这种事情的 因为在中国实际上在安全系统这个部门 它也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各地的秘密据点 那这秘密据点有一部分是也各种这个公司的名义存在的 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在开展情报工作时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 根据该法为国家从事情报活动是中国公民和组织的义务就如纳税一样 此外 中国的国家情报法不给任何个人和组织拒绝合作的余地 根据该法 阻碍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开展情报工作的不但会受到处罚 而且拒绝合作可能构成犯罪 学者张家顿还指出 中国每年从美国公司那里窃取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知识产权 而美国迄今还没有就此拿出有效的反制措施 我们从不同的报告中 中国在美国的知识产权有3-4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 我们从不同的信息来源得知 中国每年从美国公司盗窃价值为3千亿到4千亿美元的知识产权 而这种高效的行动 若没有中共最高层的许可和指导是不可能发生的 美国必须尽快拿出有效反制行动 例如对那些进行间谍和盗窃行为的中国公司进行惩罚 甚至还可以减少与中国的经贸往来等 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还说 中国的国家情报法还规定 将为那些在国家情报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予以表彰和奖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华盛顿报道 为期11天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 星期五在北京闭幕 值得注意的是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做的工作报告遭到了156票的反对 据现场媒体观察 今年两会似乎出现了更多的不同声音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以下是本台记者加奥的报道 3月15号上午 人大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最高法的工作报告 除了2725张赞成票和67张弃权票之外 这份报告得到了156张反对票 较去年138张反对票略有增加 而这也是近三年来对最高法工作报告反对人数最多的一次 舆论猜测 这与崔永元去年年底的爆料有关 这位前央视大佬透露 一场旷日持久的产权案的卷宗 几年前在最高法被盗走 矛头直指院长周强 除此之外 一些报道两会的媒体发现 今年会议上出现了一些与官方说法不完全一致的声音 而学者对此现象说法不一 香港南华早报本周的一篇报道就描述了四位与会代表的不同意见 而其中最为尖锐的可能就属原中国财政部部长 13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纪委了 他表示 中国制造2025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政府也根本没有必要提出2025年的目标 因为这些产业趋势很难预测 而政府不应该在一个充满未知数的大背景下做出这样的规划 研究中共高层人事问题的时政评论员高新认为 两会代表在此类问题上提出异议并不会招致太大的政治抱负 因为官方的口径已经软下来了 中共政权在2025计划上已经不再继续高调宣传了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那么有个别的 特别像楼纪委这样的 其实已经是不在其位 仅仅是一个作为政协的这样一个花瓶代表人物的前提下 说出这样一些不同不仰的话 不至于构成所谓的安全威胁 另一位提出鲜明意见的代表是前中国外交官 13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叶大波 在评价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的工作报告时 他对具体内容提出了异议 报告说 中国去年在共建一带一路上取得重要进展 这位委员在一场小组讨论会上说 他认为这样的评价有夸大成分 中国在实现这个战略构想上 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发展 但这些计划也存在一些问题 他特别指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 不像他们期待中的那样顺利 因此与其说取得重要进展 不如说合作领域得到了扩展 记者注意到 这几位提出不同意见的代表 都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成员 他们大多已从政府岗位上退居二线 高新指出 从接纳建设性意见的角度来看 人大和政协会议的容忍度 是有明显差异的 政协会议提出一些不同不仰的问题的时候 更不容易被中共当局重视 那么人大就不一样 人大一旦把它变成提案 中共当局表面上必须维护 它这个橡皮图章 它就必须在法律程序上 对这个提案有所反映 从中共政协的角度 它就更要严加防范 人大代表的出格 原体制内政治学者邓玉文 曾在上个月发文说 鉴于中国目前处于非常时期 他希望今年两会代表能站出来 对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不 但高新认为 这些两会可能是近40年来最沉闷的一次 而赵紫阳和胡温时代 人大的活跃气氛已经远去了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独立学者顾维群表示 虽然两会代表发表不同意见并不是常态 但他们只要掌握好语言技巧 大多还是能够安然无恙的 比如说你的角度是完全批判性的 指责性的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呢 就是说我为你好 你的观点呢 我也理解 但是呢 我认为你的这个政策啊 有一点问题 那么我呢 提出来呢 来修正一下你的政策 这是另外一种角度 你要采取第二种角度呢 他们呢 就比较容易接受 今年两会有超过5000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 而发出这些杂音的人仍然屈指可数 但有学者表示 有这样的苗头就是好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佳奥华盛顿报道 每年中国的两会期间呢 中外媒体记者为了抢报道 占机位 凌晨一两点钟就赶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外排队占位子 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那么今年的人大会议刚结束 我们就请本台记者朱丹 介绍一下媒体报道后面的一些秘心 朱丹 我听说 今年有中外媒体大约3000人参与了报道两会 其中路透社记者和工作人员就有48人之多呀 媒体怎么那么热心这次的两会呢 是的 3000媒体工作人员和人大代表的比例差不多是1比1 路透社派出48名人员 路透社记者说 因为在中国很难采访到官员 而在人大会议期间至少有机会见到中国官员 所以呢 每年的中国两会成为中外媒体报道中国的焦点 记者们很辛苦 比如他们需要半夜赶到人民大会堂外排队站位 但路透社的记者表示 这样的辛苦等来的会议没有新意 今年几乎都是长篇大论的发言和预先写好的对媒体的回答 我们知道在去年两会期间的一场记者会上 一名来自全美电视台的记者张慧君向中国国资委主任提拉一个关于中国一带一路的长长的问题 于是呢 站在他身旁的一位女记者就不耐烦了翻了个白眼 这位女记者翻白眼的视频可以说是刷爆网络成为去年两会报道最亮丽的一条新闻 但今年两会就没有这样的事发生 今年似乎对媒体的监控更加严格了 那他们就觉得今年两会期间就没有什么亮点吗 路透社记者认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给了他们一些惊喜 因为吴英杰在上周举行的记者会上回答了一些有关西藏的敏感的问题 比如吴英杰说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是担心他们的健康问题 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不受欢迎等等 他们觉得这场记者会算是一个亮点得到了一些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那还有什么有关两会的有趣的花边新闻呢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今天两会的会议间隙 中国地方媒体记者经常会去采访外媒记者或工作人员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对国家级媒体的高度控制 像CCTV新华社这些媒体记者的提问都避免有争议性的问题 那地方媒体可能希望从外媒人员中挖掘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还有呢就是记者们今年都是用手机传送最新消息给他们的编辑 因为人民大会堂没有WiFi 所以记者基本不用手提电脑 不过在人民大会堂里手机流量信号也是时好时坏的 所以说记者们报道这个两会也真的是不容易啊 的确是这样的 那好谢谢你朱丹 不客气 哈萨克斯坦人权机构阿塔朱尔特志愿组织 创办人赛利克江·比莱西被哈国当局软禁之后 海外一名哈萨克活跃人士发起倡议 呼吁来自中国的哈萨克人3月22号上街示威游行 敦促当局释放赛利克江 本星期三 赛利克江一段呼吁民众不要上街的视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 据知情者说当局担心事态扩大 强迫赛利克江录制了这段视频 详细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利克江 本月10日凌晨在阿拉姆图被哈国变异公安带走 软禁在首都阿斯坦那 当局指其涉嫌煽动民族仇恨 该事件引发美国及欧盟关注 海外哈萨克活跃人士 近期在社交媒体呼吁来自中国的哈萨克人 在3月22日纳鲁肉刺节当天发起游行示威 敦促政府立即释放赛利克江 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一名成员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当地警察逼迫赛利克江拍摄一段短视频 本台收到的一段视频中说 我听说有人在呼吁从中国来的哈萨克人 在3月22日做示威游行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说亲爱的移民来的兄弟们 千万不要跟随这个挑选 该视频显示 赛利克江目光呆滞 目无表情 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赛利克江的妻子 雷拉阿迪尔江本周五给本台的邮件称 赛利克江被警察强迫解除代理律师 被迫签署认罪文件 并且永远离开阿塔朱尔特组织 警察还逼迫赛利克江在两张空白的纸上签字 雷拉不知道警方会在这两张空白的纸上写什么 她说也许他们会在那里写下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可怕内容 阿塔朱尔特志愿组织一位成员对本台说 赛利克江住所外有警察看守 如果有人试图接近赛利克江就会被抓 那五入资节是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乌兹别克族 塔吉克族等的传统节日 该节日每年3月21日起延续3天至15天不等 示威发记者是哈萨克斯坦民主选择党创始人 并曾短暂担任哈萨克斯坦能源工业和贸易部长县旅居海外 另外来自新疆伊犁的哈萨克族人带出消息称 本周起伊犁昭书县公安局准许哈萨克族领回被扣的护照 但必须是从未被送入政治再教育营以及跟海外有直系亲属的哈萨克人 一位哈萨克人对记者说重新拿到护照的人很少 据本台多年了解新疆伊犁哈萨克人9成5以上的家庭在哈萨克斯坦都有亲戚 当局要求重新申领护照的人填写个人全名地址联系方式递交哈国亲戚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负责此次核发护照的是来自乌鲁木齐的警官 一位哈萨克人对记者称很多有财产的哈萨克人宁愿放弃财产前往哈国 另一位哈萨克人马尔江对记者说很多人未获得释放 这里好多人还在寻找自己的家人 里面还有像我一样还没有联系到的人也很多 县旅居哈萨克斯坦的努尔巴克提克勒根拜对本台表示 他的侄子夏利哈尔金斯汉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西巴尔乡 但已经取得哈萨克斯坦绿卡 2017年11月夏利哈尔到乌鲁木齐做了一次手术 在病房内被乌鲁木齐市警察带走 还没收了护照和绿卡并禁止他出国 2018年2月夏利哈尔被送入政治学习中心 至今情况不明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四川成都七中试验学校小学部食堂 给学生提供变质发霉的食品 引发家长的抗议之后 两名官员被停职 不过官方通报说 检测结果显示该校的食材在保值期内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请听记者林平的报道 成都市温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月15号透过官方微博通报说 2019年3月12号下午 该局组织执法人员前往成都七中食堂检查 在部分家长的现场见证下 对牛排等食品取样19批次 索取样品均在保值期内 样品委托具有食品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四川原坤国科质量检验有限公司检测 结果显示 第一批五个样品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温江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当天也透过官方微博通报说 成都其中自述身体不适的36名学生 经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诊疗检查后 未发现与食原性疾病有关的异常指标 本台记者3月15号晚间 就此致电成都温江区政府 温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但电话无人接听 现在美国的法律学者滕彪认为 成都官方的通报并不能令人信服 这个公司它能够在当地承包十多家学校的这个市场 涉及到十多万人 那这个一定存在着官商勾结 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下 它一定是存在腐败问题 在这个当局要对它进行检查 它要取样的时候 那肯定都是已经换成合格的那些食品 所以这个检测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就是来掩盖真相 3月15号 成都温江区委组织部官方微博发文宣布 对温江区教育局局长黄晓东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勇 做出停职检查处分 因为两人在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部分学生家长 反映小学部食堂管理问题中 履职不利 工作不到位 造成不良影响 彭彪认为 这起食品安全事件的处理结果 体现出当局一贯的大事化小 维稳为主的思路 因为按照目前披露的这些信息 我觉得相关的很多人 包括这个提供食品的这些公司 包括学校的领导和教育部门领导 应该是构成了犯罪 今天给他们停职是完全不够的 此前 官媒中国日报网3月11号 公布中国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4月1号起实施 其中规定学校食品安全实行 校长、园长负责制 中小学幼儿园应建立陪餐制度 每餐有学校负责人 与学生共同用餐做记录 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有条件的学校应建立家长陪餐制度 陪餐新规能否解决中国校园 食品安全问题 成都市民梁女士对此表示 陪餐有校长跟学生一起吃 有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还真不知道 可能跟整个的这个大环境 和整个的体制是有关系的 滕彪认为 陪餐新规并不能解决 中国校园的食品安全问题 因为在中国 公权力缺乏监督 没有新闻自由 法律法规常被践踏和忽视 得不到执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 华盛顿报道 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最近在人大会议上做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稳定中国就业形势后 多家外媒发表文章指出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疲弱 不少行业出现了裁员潮 那么就业人员遭受冲击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而中央的就业帮扶政策 是否能够奏效呢 请听记者韩杰的报道 中国独立媒体人林扬这样说道 美国纽约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 以及香港明报的报道 总结了目前的中国就业形势 说到不急的 除了制造业和建筑业人员外 办公室的白领们 也振精力裁员 降薪 福利减少等状况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士学院 副教授努尔多对此解释说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 中国白领的就业困境表明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幅度 比官方数据所公布的还要大 消费者缺乏消费热情 房地产市场 科技行业等经济领域 因此受到影响 曾经风光无限好的互联网 科技行业 最近经历了三次财源潮 包括滴滴出行 京东 网易等网期成为重灾区 香港明报的报道引述 知情人士表示 过去几年互联网企业发展迅速 引入资本扩张 随后由于政府要对这些行业进行规范 加上经济下行 资本泡沫破碎 行业就要瘦身 林阳告诉记者 网络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将会出现极大的变化 腾讯他们可能财源幅度要大一点 京东它应该是每隔几个月 都会有一轮财源 而且现在就是依照中国的 国家发展大战略 然后每一年的这个财源名额 就是他们都会依据 每年政策来制定 未来他们发展趋势 可能就变成这种无人啊 那种智能化 包括现在出现了这种 无人的快递啊 包括超市 那可能这些都是 财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就业难题 似乎也困扰着中国政府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五日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 多管旗下稳定和扩大就业 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 退役军人 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的 就业帮扶 并提出一系列方案 其中包括改革完善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 退役军人 下岗职工 农民工等报考 今年大规模扩招一百万人 刘二朵认为其实中国还是存在一些工作机会 只是大学生们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而已 而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就是中央的扩招政策所造成的 大规模的扩招 带来的大学生扩张 而社会上并没有这么多的 适合大学生干的职业 最终造成大学生就业难 大学生扩招要有限度的 中国的产业结构 还不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 是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 你不能搞那么多大学生啊 其实中国职业还是有的 你比如说相对蓝领的一些工人 他现在都招不到 但是大学生你让他低就 他信中又比较难接受 中国独立媒体人邓尼兹也说 政府在国内外扩大建设 还有很多路桥要修 低端制造业也有一些缺位 现在农村精准扶贫 农村开放也会带动就业 所以就业空间还是有的 最终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美国两家智库 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了 美台关系未来研讨会 来自美国和台湾的政府官员 以及议员发表了讲话 认为未来美国和台湾应该加强双边在政治军事和经贸方面的全面合作 请听本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1979年 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同时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 不过当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 成为美国处理与台湾关系的法律和原则 3月14号 美国智库2049项目和全球台湾事务研究所 在华盛顿的卡内基会议中心举行研讨会 探讨在新的国际局势下美台关系的未来 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何乐进 在研讨会上表示 虽然过去40年以来 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双方基于共同的价值观 在安全事务 经贸往来等各方面 都进行了良好的密切合作 他认为 未来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 当我们展望未来的40年 有几件事情我们很有信心 最重要的是 美国和台湾会走得更近 美国对台湾和周边地区的承诺 会得到强化 台湾会更强大 台湾令人振奋的民主实践 会继续成为其成功的核心因素 何乐进特别强调 未来美国将全力协助台湾参加 如世界卫生组织等各种国际组织 帮助台湾打破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外交鼓励 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嘉全 则通过视频在研讨会上讲话 他感谢最近两年美国行政当局和立法机构 对台湾的支持 并希望未来美国能够继续支持台湾的发展 以捍卫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 期待未来美国能够与台湾继续站在一起 深化台美国会的交流 提升台美高层的互动与往来 加强紧密结盟 让我们共同攜手 捍卫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 研讨会中 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大部分专家认同台湾过去40年的巨大进步 尤其是对台湾从一个独裁的威权体制 转变成一个全球瞩目的民主体制 表示赞赏 有美国专家也认为 台湾在美国新的印太战略中 无论从政治外交 军事还是经济贸易等方面看 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此强化既有的台湾关系法 加强与台湾官方和民间的关系 符合美国利益 也是美国的一个必然选择 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表示 虽然美国和中国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中 承诺履行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却有前提条件 北京一直对我们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承认这个原则 但是却在一个基础上 那就是中国的统一 必须是和平的方式 而且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 加德纳参议员也回顾了过去几年美台关系的进展 他认为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在未来美国必须强化和台湾的各种合作关系 我的回答很直截 在美国法律允许的框架下 我们必须在所有领域加强与台湾的合作 这可以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 增加对台湾的武器销售 而且应该覆盖所有领域 包括陆军 海军 空军和网络部队 不少与会专家认为 目前美国和台湾的关系 处于40年以来的最好时期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 尤其是面对中国大陆咄咄逼人的政策 美国有必要重新审视 已经实施了40年的台湾关系法 并强化双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面合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华盛顿报道 今年是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40周年 战争始于79年的2月17号 终止于当年的3月16号 这场不到一个月的区域战争 曾经改变了世界的冷战格局 但是在今天 中越两国的官方媒体上 却显有提及 大量战争的真相仍然被掩盖 本台记者王允制作了 有关这场战争的三篇连续报道 下面就请听第三篇 《战争记忆》 1979年中越战争 在中国被称为对越自卫反击战 越南则称为反中国扩张主义战争 虽然称谓不同 但为了不让本国民众知晓战争的真实目的 和胜败真相 两国政府对战争的舆论导向 却采取了相似的态度 战时极力渲染 战后刻意击忘 1980年代 中国民众熟悉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 以及歌曲《血染的风采》 都是中越军事冲突期间 中国政府对越作战 社会动员的背景下诞生的 而在越南的上空 越南国家电视台电台 曾反复播放两首 用于鼓舞士气的歌曲 边境上空的枪声和乐战英雄 但在战争结束前后 中越两国政府都决定要 避谈这场战争 1990年的越南难民 目前任教美国俄罗港大学的 武祥教授指出 越南政府态度的转变 发生在中越1990年 在成都召开的秘密会议之后 在那次会议上 两国政府首脑达成了恢复正常关系的决定 为了不让人民记得这场战争 中越两国民众却很难忘记这场战争 全美越南裔美国人社团董事范仲光博士 1979年从越南移民美国 他很理解普通越南人对战争的态度 越南人民被自己的政府 禁止在公共场合纪念这场战争 普通越南人都对此不满 但越南人对这场战争都很了解 他们仍然记得中国发动了一场不正义的战争 入侵了越南 中越战争在越南民众心中 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他们敌视中国的情绪 不时显露出来 2017年 越南河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华游行 抗议中国继续占领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 这两个群岛在中国分别被称为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去年6月 越南胡志明市等多个地方 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反对越南政府设立三个特别经济区 而土地租借给中国99年 身为民众普遍担忧 中国借此机会入侵越南 范仲光强调 普通越南人对越南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是不满的 越南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越南政府与中国签订了很多秘密条约 但对于普通越南人来说 两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中国方面 虽然中越战争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 但倍感伤痛的越战脑兵 却不断以各种方式提醒着人们 这场战争的阴影尚在 卫武军人人民 1980年代中越冲突期间 曾驻守广西南宁的地对空导弹部队 他观察到近几年发生的一个现象 现在每一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 这个清明期间 不断地有这些老兵存建制的 就是各个地区的 特别是79年的一批的老兵 他们会自发地组织起来 去给他们原来阵亡的那些伴有 一个扫墨的祭拜 不仅如此 近年来此起彼伏的老兵维权行动 也都是以越战老兵 尤其是1979年中越战争的老兵为骨干 你们好好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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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曾说过 打越南是为了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然而40年来 虽然中国经济迅猛发展 但大批参与对越作战的退伍军人 在就业和福利方面 却没有得到妥善安置 从在全国畅想 血染得风采的越战老兵许良 去年也走上了街头为自己维权 面对如此严重的老兵维权现象 人民感到非常的无奈 顶层设计出了问题 以前的问题是被积压下来了 机型的改革开放 极少的财户向权贵集团集中 大量的弱势群体 被甩出这趟经济发展的列车 退伍军人的声音之所以人是高涨 是因为这一帮退伍军人这群老兵 他们最容易被组织起来 人民警告说 老兵问题事关国家的国运 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 虽然已经过去40年 中越之间恢复正常关系也近30年 但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 并没有终止 两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归属 还有很大分歧 2014年中越两国渔船 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发生冲撞 又酿成了两国的外交风波 曾在中越战争期间 驻守南海北部湾的海军航空兵姚成认为 南海争端有可能成为 下一次中越战争的导火索 任教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张晓明教授 则不太认同这种观点 在具体的军队中间 对应突发事件是要有所准备的 从战略上把越南作为 中国的一个真正的敌人 我觉得这是严过其实 而且我长期研究中国的军事 中国真正的军事目标还是在台湾 越南只是一个侧面的 虽然中越之间是否会再次发生战争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 中越两国政权的专制属性 并没有发生改变 这意味着 统治者仍然可以罔顾民众的意愿 决定外交和军事政策 给两国和平 埋下动荡的隐患 自由亚洲电台王允 华盛顿报道 中国早在宋朝就发明了活版印刷 但是至今仍然有大量的书籍 不能自由出版 中国更在汉朝就首创了造纸公益 但是至今仍有无数的文章 不准装丁成册 请各位在每个周末 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 弥补古老文明的缺失 满足求知天性的饥渴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新西兰星期五 也就是3月15号 突发恶性枪击案 美国及全球多国对此予以谴责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 谴责新西兰清真寺发生的可怕的大屠杀 并向新西兰人民致以温暖的同情 和最良好的祝愿 特朗普还写道 美国将尽其所能支持新西兰 美国白宫也发表声明 谴责基督城枪击案 并说美国与新西兰人民及其政府团结一致 反对这种恶毒的仇恨行为 除了美国外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英国议会和英国首相 都对枪击事件深表悲痛 哀悼遇难者并表示 英国与新西兰同在 另外欧盟 法国 挪威和土耳其等国家的领导人 也谴责袭击者 向新西兰致哀 并表示与新西兰团结一致 在全球打击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 中国华为公司创始人 任正非对加拿大媒体透露 她的女儿孟晚舟在被捕前 已经打算从华为辞职 另找工作 她还说孟晚舟的被捕加深了 她们的妇女感情 据路透社报道 任正非星期四接受加拿大商业电视网采访时说 孟晚舟在被捕前一个月就打算从华为辞职 另找其他工作 她在华为工作的不开心 不过自从去年12月孟晚舟被捕 她们的妇女关系就改善了 变得更近了 而且因为两个人都很忙 她与孟晚舟闲有通话 但现在她们隔天就通话聊天 这一案件加深了她和女儿的关系 好了 听众朋友 今天的亚太报道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宏伟 我是嘉远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周末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